大家好,我們今次講的這個例子短解是公開考試考角的題型 關於lock 一個對數限數的圖像 轉換我們的關係式的 這樣的題型,我們事不宜遲立即看看題目 他給了圖像我,y軸是lock y base 9 而x軸是lock x base 3 這是一個直線的關係 他是想問,x和y之間的直線的關係是甚麼 關係式是多少 我們如何調查它 我們在圖像上來說,必須有幾個information要知道 第一個information 第一個information,我們是要邪律,slope 邪律如何計算,slope 我們可以如何調查它,因為我們題目給了兩點 其中一點,這個叫做2,0 而這點是0,1 所以我們知道,可以這樣寫 做法運算,答案是-1 我們知道邪律是-1 第二樣東西,我們也知道它的y軸節距 y intercept 是多少?是1 我們先記下這兩個比較需要知道的資訊 好了,我們之後要怎樣做 我們看到這條直線來的 那我經常教學生,直線的重點是甚麼 是y等於mx加c 我會教學生這樣做 那y代表甚麼意思? y代表y軸 那我就寫 m代表我們剛剛找出來的斜律 而x代表我們的x軸 y軸 而x代表y軸節距 y intercept 就會寫成這樣的樣子 好了,我們看到兩個的底數不同 一個底數是3,一個底數是9 變相其實我們是不懂得處理的 我們要怎樣做的呢? 我們就要換底了,change space 那我們會怎樣做呢? 習慣上來說,將大一點的那邊轉底 會變成這樣的樣子 OK 那我們先記下一個換底公式是怎樣的樣子 是LOG這個A這個B 就上面寫上邊 下面寫下邊 配上你喜歡的bass就行了 好了,跟著這邊怎樣做? 這邊就照抄 好,我們沒有事先做的 好了,那當然我們知道了 這個是多少? 這個是2來的 因為3的2次是9 我現在將2乘過來這邊 就變成-LOG3 X再加2 因為1都需要乘大兩倍 OK,那就變成1乘大兩倍 就變成2 現在變成LOG3Y OK嗎? 好了,然後第二個動作 我們看到了 這裡是負數次方 負數次方 我們能夠寫 就是負數 就會寫負一次的 這裡 變成X的負一次 這樣E能夠寫成這樣的樣子 我們看到LOG加LOG是成的關係 那就成在一起了 按一邊照抄 就會變成LOGYBASSV 等於LOG9X負一次 BASSV 大家底數相同 我就能夠寫到Y等於9X負一次 裡面的東西等於裡面的東西 Y等於九成X負一次 當然負數次方 你可以寫成訓母 我就自然做完了 我就自然找到X和Y的關係式 我們要學會這條做法 我以為始終公開考試考過 當然學校或者我們經常做的練習都會遇到 所以大家一定要學會 當中的技巧 譬如Y等M加C 換題公式 LOG加LOG的公式 我們要學清楚 我們就下次再講其他類型的題目 多謝大家今次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